拳击对手不要脸地偷袭了女人 只见女人面向观众席分享喜悦 背对着对手 没有看到刚恢复好的对手扬起了拳头 给她脸上施加重击 哪怕女人是个六边形战士 在拳击赛场上所向披靡 也扛不住这样阴暗的偷袭 教练急忙要把凳子移开 让女人不至于磕碰到 但她的脖梗还是重重地磕在了板凳上 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揪住了 女人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看样子是命悬一线了 好在女人命大 被医院救回来一条命 但对手的偷袭 彻底把女人的拳击生涯葬送了 这无异于把女人的梦想毁掉了 女人的后半生只能当一个植物人 靠呼吸机续命 这样的结果如同将女人推入地狱 就在不久前 女人还是横空出世的热门拳击手 她一路过关斩将 非常有望夺得金腰带 她的教练也对她期望满满 要知道他们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 女人从13岁起就在做服务员 她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 父亲过世 母亲是个指认前的主 哥哥还在吃捞饭 妹妹也一事无成靠低饱度日 但是在暗淡的生活中 女人还有一份光亮可以被点燃 那就是打拳击 于是她找到了拳击教练 教练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拳击事业 她也曾名造一时 交出很多叱咤风云的拳击手 但是看到女人年纪大了 还是个拳击菜鸟 实在很难出头 自然拒绝收女人为徒 但女人哪里肯轻易放弃 她降得跟头牛似的 她留着泪在三恳求教练 哪怕教练用冷漠刻薄的语言打击她 女人声明自己不需要同情与怜悯 只需要教练为她传到授业 实际上 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很快就因女人的悲惨经历心软了 看着女人自顾自打起了拳头 她立马叫停了她 表示自己会教她一段时间 女人喜结而起 就这样 天微微亮时 女人就会起床到海边跑步 锻炼基本的体力耐力 白天还是在餐厅当服务员 忙得不可开交 哪怕已经很累了 女人仍旧会风雨无阻地来训练拳击 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中 女人的拳击水平逐步提高 是时候让女人出师了 于是教练将女人转交给了经纪人 让经纪人来代理她的比赛 但苦日子还在后头 女人的处女秀非常凄惨 她被对手打到逼退至墙角 无法制造任何出击的机会 教练在观众席上看着她 用手捂住了眼睛 终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教练忍无可忍 先是奚落了一番经纪人 一点都不会交拳击手比赛 再冲到场边叫住女人 裁判则在一旁主持秩序 确认谁才是女人的教练 经纪人被他们两个嫌弃 直言女人根本不行就退场了 这样一来 教练重拾起爱徒之心 认定要一路扶持女人走下去吗 随后女人一路开挂 在赛场上将对手打得无力还手 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女人的实力虽然不容小觑 而且总是能在艰难比赛中脱颖而出 但强劲的竞争对手比比皆是 更何况是拳击这样充满了暴力的运动 女人在比赛中屡屡受伤 被对手打断了鼻子 鲜血已经凝成了血块 嘴巴都肿了起来 教练健壮 已经摆好了板凳等着她 教练心疼女人伤势 哪怕裁判在催促她们 教练仍然要为女人简单处理伤口 但女人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教练要求暂停比赛 女人却倔强地表明自己能赢 借女人这样咬牙坚持 教练自然要助她一臂之力 果不其然 在之后的比赛中 女人找回了状态 将对手打得满地找牙 女人第一时间来到场边 和教练分享胜利的喜悦 不过在女人迅速成长的日子里 教练的繁星视野增多了 首先是女人的实力超越了同量级选手 教练还得亲自掏腰包 让同量级选手来和她比赛锻炼 其次是女人总是一拳绝杀对手 这样总是KO对方 是无法真正训练耐力的 但是在真正的大赛中 厉害的对手总要大战300回合 才能奋出胜负 就在女人受到一场英国比赛的邀约时 教练一口回绝了邀约 原因是女人没有积攒够经验 盲目的竞争只会落下不必要的伤痛 保护好身子再锻炼实力才最要紧 但一路看着女人成长的大叔 却有不同意见 大叔也是同道中人 作为曾经被打残了一只眼睛的拳击手 大叔认为努力拼搏才是青春的底色 如果连小年轻都不能屡败屡战 那么未来更艰辛的路要如何面对 于是大叔私下给女人叫来新的经纪人 但女人只忠于教练 绝对不会让其他人经手自己的比赛 于是一口回绝了大叔 不过教练也想通了 他开始叮嘱女人做好赛前准备 女人听到这消息 直接一把抱住了教练欢呼 甚至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挥打着拳头表达兴奋 他明白教练是为他着想 不论进退 教练都像是父亲一般 在为他操心事宜 这也是女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冠军 她离打败冠军成为新王 只有一步之遥 女人登上了更大的赛场 也见识到更精湛的拳击手法 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一拳KO对手 只能被对手带着节奏 努力切磋 教练直言对手比她年轻 还更有大赛经验 只有找准对手的弱点 摸索出针对对手的谋略 才能精准打击 女人聪明伶俐 当然很快就打败了对手 晋升为新王 就这样 女人再次回到不土时 她已经不再是 岌岌无名的普通选手了 女人的收入也比做服务员多得多 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为他们买了一套房 没想到带着他们来到新家时 妈妈却大为愤怒 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取消低保 而且不再为她支付医疗费用 女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的确太不容易了 她好不容易才打出了名声 才获得第一桶金 就被妈妈劝退 让她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 女人不平凡的理想 注定无法被平庸 且无能的家人理解 女人唯有和教练在一起时 才真正能触碰到发烫的理想 教练曾给她一件定制的袍子 上面绣着一个含义深奥的词汇 莫库时乐 女人追问这个词汇的含义 但教练神秘的没有告诉她 只是叮嘱她在赛前穿在身上 那件袍子伴随着女人经历了很多比赛 直到她加冕为新王 袍子上绣着的莫库时乐 也成为了女人的代名词 拳击手们听到都会闻风丧胆 观众们都会在女人打赢比赛后 高呼 在充斥着莫库时乐加油声的赛场上 女人将要面临最重量级的拳击对手 但拳击对手以肮脏的手法闻名 经常搞偷袭 只要是正直的裁判都看不下去 果不其然 女人没有办法抵御拳击对手的小动作 再一次偷袭中被打倒在地 再也无法站起来 教练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人 心中充满了惭愧 她认为自己不应该让女人去参加那场比赛 但这当然不是她的错 女人慢慢恢复了身体 也终于等来了家人 但妈妈带来的不是安慰 而是赚钱的合同 女人被一家人吸血的点滴不胜 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恨与绝望 赶走了这群白眼狼 只有教练一直守护在女人身边 哪怕再也不能打比赛 也可以安然度过下半生 但女人却让教练为她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那就是结束她的生命 女人经历过精彩的人生 但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动弹不得的残废 整日只能靠呼吸机续命 那是教练为她取的默酷时了 她曾经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理由属于她的鲜花和掌声 她不希望被残废夺走尊严 但让教练亲手结束爱徒的生命 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经过大叔的一番劝解 教练终于肯同意为女人结束痛苦 他来到女人的病床旁 在即将拔掉她的呼吸机前 和她做最后的道别 在呼吸机单调的机械声中 教练却讲出了最动人的声音 他告诉了女人默酷时乐的含义 这样饱含深情的词汇 只有被赋予在拥有青年稚气的血肉之躯上 才不会被背叛 他歌颂了人类顽强拼搏的光荣 那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炬 一路走来 教练陪女人经受了太多磨难 也给予了女人闪闪发光的机会 去实现滚烫的梦想 如今女人已经远去 但她的精神势必会一直在女人身边 就像当初她承诺的那样 你去帮我再帮你 永远